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還在用錯誤方式消除疲勞嗎 不如用吃的讓你精神百倍唷 提升飲料裡面呢 是含有很多的那種興奮的技術 那一直喝會有什麼傷害嗎 會會傷肝傷腎都會啊 提升飲料的咖啡 至少都兩三百毫克以上 夠量的話就心擠 心跳會開始致腸 那如果加上你熬夜的話 有可能產生醋食 哎呦超亮的哇 番茄豆腐蛋 這個蛋學起來我跟你講 它給你的味道是你這類的能力 哦 這個是豆腐 我們剛剛已經把它用這個 餐巾紙把它包起來了 因為這樣子可以吸很多的水分 那這個水分呢 你把它吸走之後 待會兒這個豆腐 它就很會吸別的水分 哦 整個呈現紅色了 然後就把豆腐倒進去 又來吸 吸它的湯 對 好 這樣子差不多 你可以看到豆腐都已經扒上去了 對 然後豆腐味也倒汁裡面 它也是五分的 兩邊都一直在那邊吸吸吸吸吸 一直在那邊吸湯汁 哦 歡迎收看 實在有健康 健康最實在 馬上來歡迎今天的三位特別來賓 第一位我們歡迎秀琴 哦 好 第二位歡迎李螺 李螺大哥 哦 哦 第三位歡迎李螺 哦 嗨 大家好 這個啊 最近的新聞常常有在播報 就是上班族啊 性死啊 過勞死了 哦 對耶 而且平均喔 四個人裡面有一個人 他的工作超時十個鐘頭以上 對 好辛苦喔 很辛苦 嗯 那而且呢 不是只有工作超時或是過勞的問題 嗯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那種經驗 就是你睡了一整個晚上 你睡得很舒服 可是起來還是很累 長長耶 真的 完全都是這樣耶 很像遠遠只睡一個小時而已 對不對 這我們很容易猝食 真的 我們已經冰臉要躺在那個病床上 這不是只有猝食啊 因為怎樣 因為這個上班族的疲勞 可能連帶著你在睡眠的時候 你也沒有睡得很沉 但是我們都以為是這樣 就是不見的 他甚至有時候因為飲食 哦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哦 疲勞上班族呢 會影響到你身體的狀態 那我推過 全台有267萬疲勞的上班族呢 因為93%的 喜歡吃紅肉 內臟 卻不到25% 攝取足量的高鮮食物 就是蔬果類比較少 對 所以你等於是越睡你越累 但是跟吃的有關 其實跟吃是有很大的關係 你想看 累就是睡覺 都跟你睡這麼久了 怎麼還會睡得老半天還這麼累 所以很用力的吃高鮮的東西 就會睡得比較好嗎 不能講說睡得比較好 可是睡起來的時候 你的精神一定比較好 難怪很多人說 很多人說不是說吃素 或是吃那種比較生機飲食 有些人這樣講說 精神會特別好 對 而且還有一個 就是 人家說一日之地在雨晨 早餐不吃的人 一般精神狀況都不會太 每天只會打哈欠 可是我一直都有一個疑問啊 早餐就是起床後第一餐對不對 對 那不管是幾點起來 五五十二點 也是第一餐 你這跟我以前的疑問一樣 可是潘老師覺得不認我 真的嗎 早餐八點一天要吃完 八點 八點前才剛回家 你太誇張了 過才剛睡覺 而且重點 我們剛剛提到早餐 早餐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桌面上 有這麼多的早餐 有很多的組合 包括有食物的有飲料的 你的組合選對了跟選錯的差異性也很大喔 不是只有說我選這個一定早餐吃就一定精神好 有可能你配對配錯了 你越吃越累 所以早餐不但要吃還要吃得對就對了 不是要吃得飽嗎 那我們待會兒馬上進行我們的健康點菜秀 平時吃早餐的習慣呢 寫下三種自己喜歡的主餐加飲料的搭配方式 那點對一個健康的單品獲得一分 那兩個階段累積起來呢 如果最高的就可以吃我們客座主廚的料理 但是積分最低著就要喝我們今天 提神精力湯青椒汁 現在開始請點菜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邊喔 油條 饅頭夾蛋 都好吃啊 這個一定很棒的啊對不對 對啊 然後培根牛肉飽對不對 這個是賣叉勞都有的 這個從台灣人的早餐一定會吃的 對 漢堡夾蛋 有夾蛋嗎 有 來 有夾蛋 然後這是燒餅 蛋餅 這個是斜豆漿 當然上面還有咖啡啦 豆漿 牛奶啦 米漿啦 果汁之類的 好 來 所以秀琴點的是饅頭夾蛋 然後是有鮪魚堡啊 鮪魚堡 鮪魚堡 還有無糖豆漿 因為我早餐不喜歡吃太油膩 可是妳很要求份量給妳 就是吃一吃 我不會全部吃完啦 就是覺得 對 對 吃飽就好了 等於是醬汁 豬肉的啦 對 醬汁 大哥是 培根牛肉 牛肉飽 加飯糰 再加無糖豆漿 對 逸軒 我是 蛋餅加 加饅頭夾蛋 兩個蛋 沒有就是 饅頭夾蛋跟蛋餅 然後 飲料的話我一定會二選 你就是咖啡 無糖咖啡或無糖豆漿 好 我點的是飯糰跟漢堡 對 還有 我不知道有沒有米漿 因為我沒有看到 有 有 我會點米漿 我會點米漿 那我剛剛如果沒有選米漿 我可能會選鐵板麵 因為我覺得早餐吃到這些重味道就是過癮 沒有選米漿你就選麵 對 那現在呢 你們所選的我們就先按照 不健康跟健康先給分 但是呢 變成一個組合的時候呢 我還有話說 因為你們現在已經變成一個組合 比如說你一個早餐變成組合式的 那就又不一樣了 好不好 我先簡單你們挑到的先給分 兩個女生都得三分 為什麼 然後呢 兩個女生都得三分 女螺得一分 然後呢 這個人得零分 蛤 什麼 為什麼 那原因是因為 比如說舉個例子來講 像這個培根牛 培根牛 因為培根它有很多 而且它是屬於有加那個 消化物的那種肉類 因為有有屬於加工類的肉類 對 因為培根啦 火腿啦 香腸 都會有加這個消化物 人工色素什麼的 所以那個表不好 而且油 培根也有比較多 西油 就是油好吃嘛 對 但是很糟糕 而且比較鹹 培根也比較鹹 所以我們建議就是大家是培根這種醃製的肉類 最少少吃 而且現在也知道它跟腎臟排啊 大腸直腸排都很有關係 就這種醃製 所以你應該要吃新鮮的肉 所以因此回過頭來就說鮪魚堡就可以接受 因為它是鮪魚 對 就不會添加很多的東西 所以它得分你失分 那飯糰因為裡面有油炸的油條 飯糰裡面一定會放油條 對 那那個油條就是浮飲的 炸好多次的 老油條 對它還不是說是炸一次的 那這種東西我們都很怕 因為這個油炸多次以後它就很多都自愛 而且飯糰裡面它會放很多的那種 什麼酸菜蘿蔔乾那種 太多醃漬 醃漬類的 魚鬆肉鬆 對 但是通常來講 通常來講魚鬆肉鬆喔 它有的時候可能都不是很好的魚鬆肉鬆 它比較像那種肉酥那種 比較列等的 如果真的是肉鬆好一點的可以 勉強偶爾吃一兩次 但也不要吃太多 所以因此你的培根跟飯糰都是屬於 比較魔鬼式的食物 所以它就比較失分 那無糖豆漿是可以得分 所以秀琴也是無糖豆漿也可以得分 那黑咖啡是OK啦 黑咖啡豆漿都OK 但米饅頭夾蛋都也比較好 只要你那個油不要放太多 也都還好 所以就得到 那你這邊就是飯糰漢堡都 培根漢堡都出局了嘛 那米薑就因為太甜 它裡面放了很多的糖 所以說不能放這麼甜 對不能放這麼甜 對啊 好那這是單獨來談 對 但是你們組合起來都不行 接下來吳比辰要教你 讓小朋友不賴床的營養美味早餐喔 吐司的部分呢 我現在餵牛奶給它 你可以呈現的 讓它裡面更濕軟 讓吐司更營養 來直接把我們的吐司 進到蛋汁裡 對 稍微剝一下 來 這個部分 翻給大家看 喔 它就是用蛋液把裡面封住 對 這個誰瘦的 好漂亮喔 對啊 來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功力 我小朋友吃這個 他一定很高興 如果吳師傅可以每天做早餐 我一定就是六點七小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